大家一起唱英文聖誕歌曲 三位替代一男发挥自己的专长与热情 在信义区松光里教导音法族学英文 手把手教学 引导长辈们勇于开口说英文 我非常感谢我们的里长开这个课程 让我们有机会再重新再去念 让我们已经忘记的英文能够重新再复习 非常的感恩他 三位替代一男分别拥有教育 土木防灾及资讯工程的专业背景 配合议政署两造双翼计划来到信义区服务 结合松光里文化特色规划英文课程 教单字句子还有唱歌 看到长辈们勤奋的学习态度 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这些替代艺呢 到松光里服务大概三到四个月了 那从一开始入伍到现在呢 我们有办了大大小小的活动 那像是有带 李明他们进行圣诞英文歌唱的教学 那这边都有让李明透过英文 然后透过娱乐活动啊 或是一些学习活动 让李明不要那么排斥英文 那让李明可以从英文的活动学习里面 那让他们学到可能以前 不会碰触到的一些学习内容 学习知识 那这几个月下来 其实在这边服务蛮开心的 因为可以听到 他们每个礼拜 那我们来上课的时候 他们都会叫 老师老师我们现在要来上课了 那这边呢 其实还蛮开心的 就是我们不只是走入社区 那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彼此之间 都是在用心一起学习 那透过这个社区营造的活动 那彼此拉近距离 那也让李明可以从中学习到 蛮多不一样的东西 三位老师都教得很好 很认真啊 我们也都学得很快乐 收获也很多啊 从不会到会啊 对啊 收获很多 老师很认真 那个玉森跟Kevin 真的是用心良苦作为 潜显易懂的让我们建军的学习 很棒 对啊 像那个水果啊 你喜欢什么水果 我喜欢什么水果 然后呢远距教学啊 需要什么东西啊 需要什么设备啊 以前都不会啊 就是来到这边学了我才会啊 很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双光里 然后跟这么多可爱又认真的 大哥大姐们一起来练习英文 那我自己本身是在国外住了可能十几年的时间 我小学六年级毕业以后就到国外求学 所以这次是我回来台湾最长的一段时间 那很高兴能够分享我在国外所学的一些知识 然后也很开心能够跟很多优秀的一男一起合作这样 那我们来从 自从从成功里出来来这边服务约三到四个月 那就是说我们透过这样的英文教学活动 跟里民之间做互动 那我们心里有一个 就是其实有一个成就感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学校所学的 就是可能在工作上啊 学术上所用 但是我们应用在里民上面 跟里民做一个教学活动 甚至让他们学到更多 其实我们三位都是非常的有成就感 那我自己本身是学土木 但英文方面多少都有点捉摸 那再来就是我们也预计在之后的课程中 可以纳入一些防灾的 土木防灾的相关课程 那土木防灾 也可以纳入一些多少一些英文单词 就是这样透过这样双向的教学 让里民之间可以学到更多 因为我的所学专场是教育 那我觉得蛮有发挥的空间在这里面 第一个就是可能会让他们 知道说他们需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 那他们可能可以透过回馈啊 或是每周 那跟我们说想要学哪些内容 那或是透过里长的反应 那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需求 然后我们提供我们从小到大学的知识 那带给这些长辈们 因为有的长辈不一定从小是有 踏入过学校的 那我们透过这些活动 可以让他们重新学到 一些以前没有学过的内容 那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其实那时候在学习英文的时候 因为我本身对于英文是蛮害怕的 但是里长有提到长辈想要学英文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梗 那透过他们自己本身学有专场的关系 跟长辈们互动 一开始的时候是先从圣诞歌的那个唱 教他们唱圣诞歌 然后慢慢的圣诞歌 接下来过年 过年就会有一些过年的水果 生活的用语 然后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也学习着线上上课 那很厉害的这个松光的长辈们 其实互动都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这些替代艺的朋友来讲 他们也多了一些 这个跟社区互动的一个机会 那对于他们往后在这个 而自己学有专场的历练上 我相信都会有所成长 OK Mare thank you you so much for this time arrange to teachers to English teaching for松光 掌声鼓勵 是是我觉得这个计划非常好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那个 我们的里民年纪也大的 也需要一些陪伴跟一些很多的这个活动 来让他们的生活更多彩多姿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的双照方面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这个区公所能够安排 继续安排这个这种计划到个里去做深入的去营造 就我每次变成说我每次来这边大家都称呼我们老师 所以我们也是相当不好意思 那这也是相对来说对我们上位是一种肯定 对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能够不只跟这个地方的里民做互动 也能够把我们所学的一些知识分享给大家 那不管是在防疫上面或者是语言上面 或者甚至资讯上面 我们都可以提供给大家更好的学习的资源 议政署这边推动双照替代役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合作单位就是松光礼 因为松光礼就是我们的这个任性社区的一个模范的礼 那里长跟这个里长的太太呢 对于社区的这个营造还有防灾的一些知识都非常的丰富 所以呢特别是邀请替代役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 那因为他们学有专长除了防灾之外呢 英文也很厉害 所以呢特别跟社区的民众从英文教学的角度 开始学习这些防灾的知识 那这推动以来呢 其实社区的民众还有里长也都很肯定 三位替代役男各有专长贡献所学 亲切地服务社区长辈 让社区长辈们重拾学习英文的乐趣 新义区公所和松光礼 共同执行义政署两造双翼计划 将替代役男的专业及想法注入社区中 也为松光礼注入了更多的活力与创意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